8月1日晚,邢台有钓友发了几段视频,在人县新店流磊河钓鱼,钓上一条年幼的鳄鱼,长约一米左右,看视频中钓友们十分兴奋,议论纷纷, 毕竟在邢台当地河流,几乎没有见过鳄鱼,钓友纷纷猜测是不是有人放声,还是养殖场偷跑出来的,具体原因有待查明,遇到鳄鱼时的自救方法,一,完全避开鳄鱼保持距离,千万不要作死靠近喂鳄鱼,如果正面相遇,但鳄鱼没啥动静,那就请保持镇静,慢慢撤退,鳄鱼先少追捕人类, 但若他们觉得自己的地盘遭到侵占,就有可能出击,如果鳄鱼再追你,请立刻转身跑开,小贴是不要采用Z字形的逃跑方式,佛罗里达州,流传着一个可能是最佳规避鳄鱼的方法,即采用Z字形的曲线逃跑, 这是因为鳄鱼的身躯较为庞大,在短时间内难以快速转弯,但这种说法是否正确? 据一位猎人的叙述,采用Z字形的逃跑方式,将会使你的速度骂下来,而直线逃跑的方式才是最快的,鳄鱼在陆地上的最快移动速度,为每小时11英里, 而且鳄鱼还不能持续性快速移动,如果追逐猎物的时间太长,它们会放弃猎物 二,攻击鳄鱼的敏感部位攻击眼睛,眼睛是鳄鱼最脆弱的地方,其他地方都是坚硬的鳄鱼皮,如果需要攻击,可以从它的眼睛下手,攻击它的头部,头部相对脆弱,当它张嘴的时候,赶紧拿着木棍戳它的上额,这会让水进入鳄鱼的喉咙, 从而赢得逃跑时间,提示,如果有人再见到鳄鱼,要及时报警,或者与专业的救护部门取得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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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选 response 高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